沙龙愿大者平安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每日时光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 主事一切 在现代的社会中 人们常常被各种的事物所吸引 工作 财富 民意 甚至个人的目标 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生活的重心 然而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一节 提醒我们 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应当 是所有的事物的中心和一切的根基 这些经文不仅强调了 基督在信徒的生活中的至高地位 也呼吁我们将基督放在一切的事物的首位 今天我们将深入的探讨主事一切 这一主题 并思考了如何在世界生活中 更好的第四件他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一节 在此并不分 希腊人 犹太人 受割离的 未受割离的 或外人 司机 太人 奴隶 自由人 会有基督是一切 又在一切之中 这些经文是 保罗歇者给 哥罗西教会的信件的一部分 他在此强调了 基督在新约的信徒生活中的核心和地位 基督是一切 他说 表明在信徒的生活中 基督是所有事物的中心 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情况或挑战 基督都应当是我们首先考虑的对象 他的教导 他的版样 他的旨意 应当是主导我们一切的 抉择和行动 保罗提到 在基督里不再分为 有希腊人 犹太人等的区别 这强调了 在基督里普遍性和包容性 基督打破了 所有的文化和社会的 各害 使得所有的信徒 无论背景如何 他都在基督里面 成为一家人 这种包容性体现了 基督在一切事物中的主宰地位 他说 又在一切之中 表明了基督不仅是我们个人生命的中心 还是整个的宇宙的主宰 在所有的事物和事件中 基督都有他的掌权 我们的信仰生活 应当体现这一个的真理 既在一切的事物中 我们都要寻找基督的质疑和荣耀 因为信徒在选择职业时 可能面临的高薪与信仰之间的冲突 如何选择这个职业 我能不能 我选择了这个职业 我能不能做主任呢 以基督为中心的信徒呢 会优先考虑工作 是否呢 以基督的教导相符 是否能够在这个岗位上荣耀上帝 而不仅仅看重个人的利益 和精神的机会 只是为了生计的机会 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呢 如家庭的矛盾和朋友的冲突 基督为中心的信徒呢 会选择宽恕爱与忍耐 而不是呢 复仇 报复或争吵 基督的教导 促使我们在这些的关系中的表现出呢 他的爱 修复破坏的关系 并在其中呢 见证他的恩典 我们如何在生活中 更能够实践这个教导呢 就是在我们每日的祷告和灵修 寻求基督的引导和智慧 将基督的教导 融入在每一天的抉择和行动中 在生活的每个人方面 如工作 家庭社交等 常常审视自己的动机和行动 确保他们都符合基督的教导 追求他的荣耀而非个人的利益 我们要积极地参与教会的各项的事工呢 通过服务他人和传福音呢 将基督的爱呢 与真理呢 能够更广阔地传播到社会中 从而呢 这世界的行动中呢 体现基督的一切的原则 弟兄姐妹 哥罗西多书第三章第十一节提醒我们 基督在我们生命中 应当是至高无上的 将基督作为一切的中心 不仅是信仰的要求 更是我们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而选择的指导和原则 通过祷告 灵修正确的生活事件 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呢 更好地体现这个的教导这个主题 愿我们在这个基督里能够成长 使我们在一切的事物中呢 让他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宰中心 弟兄姐妹 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通过你的话 提醒我们 基督是我们一切的中心 求你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将基督放为在我们生命中的所谓 无论是工作 家庭还是社会的责任中 都可以以他的教导 为我们的行动的指南 愿我们一切的事物中 都能够反映耶稣基督的爱 与真理 荣耀你的名字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 Amen 弟兄姐妹 愿上帝祝福你们 有个丰盛的美好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